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第七個經濟學家 這是一個法國人 是說十九世紀 一百三幾年到1910年 這個法國的經濟學家 就是叫做李昂瓦爾拉斯 他就被認定是一個叫做 新古典的學派 是 舊的古典經濟學派 和新古典經濟學派有什麼分別呢 在舊的古典經濟學派 大家去講的是一個叫做生產和分配 就好像阿當史密斯提出來的 就是說生產和分配 新的古典學派就是用交易為這個重點 怎樣去找到一個叫做均衡價格 現在經常看到我們以前讀的那些 經濟學的101那些書籍 就是經常都是提到一個叫做均衡的價格 提出一個大家現在經常都會用的 叫做marginal utility 一個叫做邊際的效用理論 邊際效用理論 即是說如果你喝第一杯啤酒 這個就是覺得很有滿足 喝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第五杯的時候 那個滿足感就會越來越低 其實就是講那個欺缺性 欺有度 是會影響到那個滿足感是有影響的 其實就是講的 男女關係都是這樣的 你還沒有跟你太太試過翻人覆雨 你剛剛認識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開心 很天上人間 但是當你試過有一千次一萬次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是產生的厭倦 為什麼經常都有一句說話就是 淒不如切 切不如偷 偷不如偷 偷不如偷 就是講那個欺有度 現在很多一些互聯網經濟 做促銷那些 都是很輕玩一個叫做 製造一個稀有度 那他們那個均衡價格也都講過 就是說 怎樣在單一市場裡面 去做到那個均衡 那均衡叫做部分均衡 而所有人一起去參與 即不是單一我和你去找那個價格均衡 而是整個市場參與的時候 才真真正正找到一個市場上的均衡點 那這個他就在那本書叫做 理論經濟學要義 就說了出來 就是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那今天想講的第七個經濟學家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